日本新聞報導中國的GDP 跟3個月之前比較,7月開始縮小 在強烈的經濟不明朗下 現在在中國在擴展的減價消費 日本去到北京實地採訪 這裡是北京的郊外 這裡集中了很多被僱傭的人在街上 他們站在庫道裏 在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裏 現在開始一個減價消費現象 在中國的經濟減速傾向裏面 這間在中國發源的咖啡店和快餐店 都在開始激烈的減價競爭 這間在中國發源的華萊士快餐店 在門口鼓吹著 每星期的3、4、5 可以選擇8種的食物和飲品 價錢只是30元 一個套餐裏面可以選擇8種 足足夠3個人的份量 是29.9 我們看看這個英文字母W 中間有一個雞的標誌 這個Local 還有這個紅色合作的炸薯條 這個套餐簡直可以是2人到3人的份量 加起來只是29.9 這間漢堡炸雞連鎖店華萊士 在中國爆發性非常之有人氣 它用漢堡包和雞的戰略 在去年總共賣了88億人民幣 多了三倍是88億人民幣 而競爭對手的Kentuchikin 都開始加入對抗 他們限定在週末推出一個Set 是8件Set 減了5元 在減價戰的背景裡 是消費者的心理在動動著 對中國經濟很熟悉的日本專家 他這樣說 對於經濟加計的消費 是反應得非常敏感 他們就會變成忍耐式消費 忍耐式消費和減價消費 都是消費者的節約志向 7月到9月的GDP 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是4.6% 比原來目標的5% 連續兩期向下走 在經濟不安定的裡面 減價式消費已經開始到咖啡店 平時都不會積極的攪活動 或者減價的星巴克 現在是 只要你用軟件落單 就可以半價買到 沒錯 就是買兩杯 總額的一半 就是半價 在這間世界人氣店 星巴克的旁邊 就是中國的連鎖品牌 瑞幸咖啡 這間瑞幸咖啡 每年的營業客都在增長 我看看瑞幸咖啡的Latte 一杯只是買11元 相對於星巴克就要33元 整天喝的東西 我一定選擇性價比高 最重要是一定要性價比高 我們看看這對中國情侶 他們搞結婚宴會 竟然在 麥當勞 連低價式消費都滲入了結婚宴會裡面 為什麼一定要節約呢 你問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年輕子女都失業 連不失業的人都會想 將來可能輪到我 他們就會擔心起來 這樣就會在家計裡來一個生活範圍 去控制消費 在冠狀病毒的三年裡 很多中小企業都倒閉了 僱傭環境都非常之惡劣 所以中國人的消費就會變冷冰 而中國的經濟很難回復回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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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